搭热气球是很多人的梦想 而我的热气球初体验 不是在大家熟悉的土耳其 而是在你以为很落后的缅甸 2019年11月8号 我的人生清单又少了一项 我看着工作人员 在陆地上准备飞行 从躺在地上扁扁的气球 慢慢加热膨胀 到大家同心协力把气球撑起 这一切真的不简单 看着热气球慢慢离开地面 这一切好不真实 直到我的视线离开了地平线 我才发现我们真的飞上天了 在缅甸搭热气球最不一样的 就是你可以一望无际的看到 遍地都是佛塔 还有绿油油的草地 第一次乘坐热气球 可以看见这么美的风景 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在空中飞翔的热气球 一点都不恐怖 我们在空中的时间 大约有45分钟 除了要感谢当天的天气 当然还有非常棒的pilot Mr.Robin 当热气球越来越靠近地面 也代表着我们即将降落 虽然降落时有小小摇晃 但不可否认是个perfect landing 我们就做Landing了 我们Landing得太好了 太棒了 成功降落后还需要确保一切安全 我们才可以爬出篮子 然后我们就像贵宾般的招待 有香槟 有美食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一起 成功搭上热气球 是我们来缅甸最大的目标 感恩一切顺利 而活动结束后 我们每人还会得到热气球证书 和一张非常精美的postcard 人生第一次带热气球 可以在高空仰望世界文化遗产 这感觉太美好 Till I see you again Cheers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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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